侧方停车停命去怎么办 这台车子可以直接把轮子横过来静止开进去 我现在是在2024北京科技州的活动现场 在手缸源2000多平方米的展区内 信息技术 医药健康 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的新技术成果 在这里集中亮相 在大城市这种焦度拥堵的情况下 侧方停车很不方便 我们这个底盘它可以原地旋转和横行 它对司机非常的友好 当我们侧方停车的时候 我们可以打到横行模式 一把就可以过去 然后我们这个底盘它还通过了线控转向 取消了中间的传动机构和转向拉杆 它节省了车内的很大一部分空间 目前我们跟很多厂商都有合作 正在陆市属于新能源电池 目前时速能达到120到140左右 我们这个技术在国内和国外均有逻地 国外主要出口到韩国 美国和德国一些厂家 在医药健康展区 可以使用意念控制机械臂的智能脑机系统 为改善间动症 瘫痪患者的生活质量 提供了诸多便利 我们北脑二号是侵入式的 它是植入到脑组织内的 健康患者有植入这个电机之后 用一年去控制喝水 有一个辅助的东西是可以实验的 比如有一个接壁 抓取一个水杯 可以为自己喝水 或者为自己吃饭 人的大脑是很复杂的 有很多的神经元的信号 我们就要捕捉一个特定的一个信号才可以 所以说解码上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也是需要说 后续再进行大批量的这种实验研究 3D打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 在我身后的展台 4D打印几个字非常引人注目 4D技术比3D升级在哪里 我们一起去近距离观察一下 4D打印它比3D打印多的是 能够在外界刺激下进行响应的维度 这是4D打印的一个太阳翼的结构 我们在太空中实际应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套控制系统 集成在它的机翼里边 当我们给它一个外界刺激的信号 这个折起的角度 还有它弯曲的方式 是可以自主定义的 智能材料整体的一个变形 它不会有机械结构 涉及到复杂的润滑密封等等问题 可以降低相应的故障率 2024北京科技周活动 将会在5月25日至6月1日举办 如果你也是一名科技发烧友 快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来感受一下 科技的魅力吧